我們另外來看到 這是澳門在18號 就有通報一名台灣的男子 經過檢驗後 他是感染了Delta印度病毒 而指揮中心表示 這個案從去年起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是在去年 他都有在越南活動 那麼在2月18號返台的時候 他後來又前往印度去 5月9號到22號返台 是採檢 用專案採檢 那麼在隔離所來檢疫 除此之外 在5月9號 第一次入住檢疫的時候是陰性 但是到了5月21號的時候 第二次期滿 他檢疫也是陰性 那麼他在6月15號的時候 因為出境嘛 所以要自費採檢 當時也是陰性 只不過6月17號 我們看到這邊 他入境澳門的時候 被檢測出PCR是陽性 CT值32 到底怎麼一回事 繼續來看 有幾個可能性 不過研判起來 還是在印度染疫的可能性 相對的比較高 不過他這裡情形有幾次在這裡 幾次檢驗都是陰性 然後後來檢疫 CT值也很高 相對的高 所以應該是在這個陰陰陽陽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這樣情況我們還是針對在國內 在國內的接觸者 因為他還是從5月 在5月15號檢驗 那次檢驗是陰性 可是他在5月6月17號才出境 所以相對他還是有相對的一些 可能的風險 所以我們對於同住者 那時機 那中間他有一次在6月16號有一次去看病 那這些有關於就醫的接觸者 我們都把他 予以把他 請他來做一些相關的檢驗 那因檢驗的22名 那已經檢驗的21名是陰性 那有一名現在在檢驗中 那同住的接觸者 現在都列為居家隔離 我們來看到 其實新冠肺炎的疫情依舊嚴峻 台北市長柯文哲到台北市議會報告 會中他就表示說 其實全世界的疫情正在慢慢趨緩 不過不能夠鬆懈 不能太放心 全世界疫情慢慢在趨緩 但是大家也不要太放心 因為那個印度變種 好像跟以前 那前面那些病毒都不一樣 所以到底會反撲斷力 還不確定 不過目前 如果印度變種這個因素不要看的話 在疫苗出現以後 全世界的疫情是在趨緩 我們台北 事實上這也是反映整個台灣 在5月10幾號那一陣子 突然上升 不過後來我們還是相當有 有效的一步一步把它壓下來 所以在雙北控制這個疫情 還算成功了 那現在大的疫情有控制 還有零星要怎麼處理 這是未來這段時間 我們要去思考的